在民国25年改进完成的台北车站旧站,50年来有上亿人次进出,也是台北旧都会中心的象征之一。 今天终于工程身退,负责铁路地下化工程的施工单位从上午9点半起调来了几部怪手,正式的进行拆除工作。 预定四年以后宽广美观的台北新火车站将可以重新屹立在原址,成为台北交通的中枢。